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我們主要是透過四個大項目 分別就是從教學資源的面向 還有住宿權益的面向 以及就是學校教師勞動權益 面向還有教育商品化的程度 來探討就是說 什麼樣的大學比較像學店 那我們今年學店排行榜的排名的話 就是像我們這個圖表這樣列的 那首先就是在這個私校的部分 私校的部分 那就是像是世新 民傳 實踐 文化 東吳 輔仁 開南 長榮 大同 地守大學 這些學校他們在師資跟教學資源 還有宿舍方面就是非常的普遍 都是不夠充足的 那在公立大學上面呢 像這次入訪的是 台裔 台北 台北市立大學 金門大學 嘉義大學 政治大學 宜蘭大學 台南大學 聯合大學 海洋大學 我們因為要說學店化的這種進行方式 壓低成本 增加收益好像只會發生在私校 但是其實像是一些所謂的頂見大學 比如說政治大學 就在刪減課程 刪減老師的方式 來支援成本 增加獲利 去年世新大學 是私校學店排行榜的榜首 今年又常年冠軍 我就沒有譴責世新大學 他總是知法犯法 一意孤行 而且不知檢討與改進的這種辦學態度 那我先回顧一下去年的排行榜 為什麼是第一名呢 為什麼世新大學是去年的學店排行第一名 理由包括 注射嚴重的不足 身私比過高 高達34 還有惡意解聘兼任教師 那 而且企圖過去幾年 他多次的企圖要想要在溝通程序 相對溝通程序 不完備的情況下 還有 他沒有辦法公布明確定的滿意的 資用計畫的情況下 去調漲學渣費 去年面對這個結果 校長吳永錢 他只是以數據不精確來敷衍 來逃避社會大眾的檢視 完全不知道要檢討 我認為我學店 世新大學作為學店 私校學店的防守 他絕非無憑無據 絕非校方用一句數據不精確 就可以敷衍到過 我需要世新大學 應該虛心前討 不用一錯再錯 那我們今天呢 看到反教盟呢 發佈了這樣的一個 學店的排行榜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本來高等教育的目的呢 他應該是回歸公共的 他應該是照顧到 所有呢 投入到這個教育領域中的學生喔 所以呢 在住宿的權益上 在生思比喪 在教學品質 甚至呢 是在老師的勞動權益 或者是在校園裡面打工的學生 或者是當兼任助理的學生的勞動權益 這些呢 應該都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喔 但是我們反而看到呢 現在大學 越來越像開公司一樣喔 以盈利的邏輯 在經營著校園喔 所以我們看到說 老師跟學生的勞動權益被犧牲 教學品質被犧牲 注射 從來沒有充足過 我們認為呢 應該要積極的去反對這件事情喔 所以我們這個學生排行榜 列出來就是說 欸 公校 私校 都夠前十名 但是 可能大家 就看一下就是 這個 新聞稿的 復健一 我會發現我們就會把台灣這個 61所的這個 公私立股東大學都有列表在上面 我們就會發現說 從教學資源 跟這個學校 學生能夠 在校園中得到資源充足度來看喔 其實 私校學生就非常不充足 從這個排行榜總表看來 前27名 全部都是私立大學 台藝大 雖然是公校第一名 可是在69所大學裡面 他是排到28名 前面27所 全部都是私校 這也充分反應了 我們台灣的 私立大學學生 所遭受到的 教育環境 就是 我們要付比較多的選擇費 卻沒有辦法 得到 應有的 教學資源 那 我們也就是 也除了就是說 透過排行榜 來對 這些不正 辦學的 大學 經營者施壓之外 尤其像四星大學 去年冠軍 今年 還是冠軍 每年都只想著要壓縮這個 經營成本 今年居然還是要妄想 要跟教育部申請掌學費 所以果然是沒有通過 除了對這些大學做出批判 跟施壓之外 我們也要求就是說 政府應該提供 我們大學生 足夠的教學資源 像是公校 畢竟政府的輔助 跟教育資源投入比較多 讓公校的學生 可以有比較多的學習保障 那私校學生呢 私校學生 哪都要被遺忘嗎 我們就希望說 政府不要再用虛假的 競爭型經費 比如說 深根計劃 還是持續肚致過往 三十幾年 把資源主要投入在 少數的學校身上 而應該是 用平均分配 教育經費的方式 讓 不只說公校學生 讓私校學生 都能夠 擁有 充足資源的學習環境